歡迎各位同學以及各位貴賓 歷臨今天的文倩講堂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森瑶 在今天的演講一開始呢 我想先問一下我旁邊的主持人森瑶一個問題 好 那在座各位也可以順便想一下 你覺得你在60歲的時候 你想要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60歲應該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紀了 可以寒儀弄孫享受平淡還有安逸的生活了吧 寒儀弄孫 我怎麼覺得你60歲過得像在過80歲的生活了 好啦其實我會問這個問題呢 是因為我聽說有一個非常厲害的老師啊 他呢從60歲的時候才轉換他的人生跑道 從一間公司的CEO轉行去做教育喔 這麼偉大都已經是CEO了 不是享受生活 而是轉行做教育 而且讓下一代有機會變得更好啊 沒錯他就是我們今天的演講老師 放心喔方老師喔 我知道方老師 我知道我還知道方老師 他曾經在2012年的時候 創立線上教學網站 軍醫教育平台 希望透過線上教學 能夠縮短成像差距 從2012年至今超過了20萬個註冊的人數 超過9000部的教學影片 而且在全台還有很多的班級很多的學校 只能運用這個平台進行線上教學呢 沒錯像近年啊近幾年來大學生 興起了一個學聯網模課師的課程 是從台灣台灣以外的國家 紅到台灣來的 但是呢老師的軍醫教育平台 則是從台灣直接發跡 他的受益學生是從國小生到高中生喔 就是對於我們的成商差距有非常大的貢獻 那現在呢我們有一個小小的短片想要給大家看 他是有關於軍醫教育平台的 請先欣賞接下來的影片 有些學生樂於接受教育 有些學生缺對學習興趣缺缺 有些學生勇於面對挑戰 有些學生卻因理解有限而選擇了逃避 面對知識 有些孩子就像海綿 總能順利的吸收 有些孩子卻像鴨子聽雷般 左耳進右耳出 而學習其實可以更有效率 在台灣某一間國小的教室裡頭 有個小女孩本來就像部分學生一樣 對於學習沒有太大的熱情 有一天老師介紹了軍醫教育平台 請大家回去複習當日上課的進度 於是小女孩回到家後 打開電腦看了平台的教學影片 發現有助於他了解今天上課的觀念 透過習題實際練習 不但加深了印象也獲得了技能認證 從此他養成了觀看教學影片的習慣 也累積了不少徽章 而在教室裡 老師搭配軍醫教育平台教學 讓學生們分成小組解題 彼此競爭 其他同學發現小女孩累積了大量技能 因而對平台更為好奇 他們也因此更積極地使用平台來學習 發現平台的課程相當多元 可以自由調配速度與重複播放的課程影片 也有助於他們理解過去不懂的觀念 學習從此也不再局限於教室 而老師透過平台除了可以指派作業外 也更能掌握同學們的學習進度 即時看見落後同學的需求給予幫助 部分家長看見孩子們主動使用平台 也對他們的學習更為放心 因而感到欣慰 就這樣整個班級的學習風氣 就漸漸地熱絡了起來 軍醫教育平台實現夢想的舞台 也許你曾和這個小女孩一樣 對學習感到彷徨無助 也許你想嘗試不同的學習方式 更直接地掌握自己的學習 那麼快來註冊吧 讓軍醫成為你學習過程中最忠實的好夥伴 好的那看完了我們的介紹影片之後 各位是不是更加地了解 軍醫教育平台是在做什麼了呢 軍醫教育平台簡單來說 就是透過影片去學習 學校沒有學習到的課程 透過平台來縮小平復餐 縮小城鄉差距 城鄉差距 好喔那講到軍醫教育平台啊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好 今天我們的主題叫做 如何不被工業4.0淘汰嗎 裡面的工業4.0啊 是什麼意思呢 工業4.0 對 我只有聽過工業革命 什麼時候進化到工業4.0啊 天啊你根本摩登原始人吧 不過沒關係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應該跟你一樣 都不太了解 什麼是工業4.0 包括我自己也一樣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兩分鐘短片 讓我們在演講之前 好好餓補一下 什麼是工業4.0 以免聽不懂老師等一下再說什麼喔 如果你旁邊的同學睡著了 麻煩你用你的雙手動力把它搖醒 讓他看一下 不然等一下整個演講會在狀況外喔 那還是什麼樣的善意精進呢 我們要說 假如今天有一家火汁生產商 業務員接到大單 客戶要1萬瓶 蘋果多多 但是時間有點改 兩周之後就要好做 出入起來的特殊化訂單 生產線該有半 在未來的工廠裡 第一條生產線能夠拍胸部保證 插單難不倒他們了 小Case 但是他手上有的客戶 也以蘋果提了不一樣 但是他比較不惜 可以先不生產他的 但是第一條生產線 看看我的蘋果存貨 哎呀沒那麼多 很多接著客戶的3千瓶 隔壁生產線的蘋果 難道好像更少喔 隔壁生產線跳出來反應 對呀 我底鍋只能生產2千瓶 沒關係 我馬上通知採購物貨 採購啊 我5天之內需要蘋果100斤 海公說 收到我從農民傳回來的資料顯示 農場交貨 品質價格都最優 B農最近有紅漢 品質不佳 而B農價格收賄 但是顏度正好 我們就選B農 B農手上裝置螢幕 立刻跑出來提醒 火之身製商下班 100斤A級蘋果 5天後交貨 這就是未來工廠 因為雲端 互聯網 大數據管理 社會設備 讓這個未來工廠 變得有可能 未來工廠的核心 就播兩句話 從需求出發 社會製造 這一切 其實已經有個紅的名字 叫做工業4.0 意思是第四次工業革命 工業4.0正常是台灣的真大強項 電影機器 機械鏈和資工訓練 製作 台灣產業升級 工業4.0 將是專家的機會 工業4.0會怎麼影響 台灣 以及影響我們 未來規復方式 更完整的火熄 請看天下發生 我後面有點跳過 好 那看完這個影片之後呢 你們有沒有更加了解 什麼是工業4.0的呢 工業4.0 簡單來說就是 智慧生產製造 應該就是這個意思了吧 呃 講真的 看完兩分鐘 我還是不太了解 什麼是工業4.0 不過沒關係 就讓我們聽聽接下來的演講 老師會帶給我們 什麼樣不一樣的收穫吧 就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康星洲發老師 以及陳文健陳老師 掌聲歡迎 再用一次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陳老師 還有方老師 來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呃 過去幾次 來 方老師請坐 過去幾次呢 我們邀請了幾位老師 其中最多人來的 做到密密麻麻都是人的 是主廚江振成 對不對 那今天呢 方老師來 學生也很多 但是沒有像主廚江振成來的 那麼多 為什麼我一開場講這個話呢 是因為我想告訴你們 懂得來的學生 你們有福了 你們有福 今天呢 我們要訪問的方老師 其實 過去大家可能 不像民心一般那麼了解他 但是你知道其實 台灣最好的追夢者 往往都是幕後的 台灣最有理念 在打根基的人 往往都不是知名度最高的人 而且今天他要來為你們所說的事情 是我們特別拜託他來 談一個你們每一個這一代的人 都一定要學習的事情 叫Out of code in Taiwan 一小時 一小時完整式 我剛才在後面的時候問了學生說 常常他們都是傳播系的 我說你們會不會寫城市 剛開始學了 我說你的寫城市是什麼 其實他選成就是 用既有的城市 在裡頭在劣修改去做一些動畫 也就是編碼這個類型 我說那不是 如果說你們現在年齡 是二十歲左右的人 加上你們面臨的所有的工作 你們一定要會一件東西 叫做 你要會寫城市 那我這邊今天校長 在台橋先生看到校長 謝謝校長 我跟校長做一個請求 在美國現在 Massachusetts 馬州 California 簡單來講 這一次覺得自己有競爭力的 大概投給希拉蕊的幾個州 他們都下令選生 包括紐州 都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就開始學Computer Science 就要學如何寫軟體 因為時代改變了 寫軟體不再是一個小學聯辦課上班 學資訊工程的人才需要學的 寫軟體是你進任何行業 你都要回 你要做工畫 你要做設計 你要做建築 當然世界上可能會發展出一些很好很好的軟體 可是當你想要有某些突破某些改變的時候 你沒有能力去更動它那個軟體 你就會被那個軟體損控制 所以美國現在反省 在經過這一次的川普效應之後 美國自己最大的反省就是 他們忽略了很多非常基礎教育裡頭 讓他們的小孩子如何從小開始 就擁有比全世界其他地方更好的競爭力 因此美國的幾乎比較好的所有的大學 現在它的必修學分 每一個科系 每一個科系都有Computer Science 所以我今天特別跟校長請命 就說我們過去的科系分配是按照傳統式的 可是傳統是給我這種人來上課的 我都快六十歲了 你想想看未來的時代 怎麼可能是我們這種人 在職場裡頭還有辦法生存的 所以今天方老師來到現場 其實他就是告訴你 當學校還沒有教你這課程的時候 他們正在努力的公益品牌 如何讓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快地透過開放式的課程 上網從玩遊戲開始 非常謝謝方老師也也來到我們的現場 您好 然後我應該正確地稱他叫方董事長 過去他自己本身 有很多想法 他本來想考醫學就是真的嗎 所以你是色盲 因為我覺得網路很多新聞都寫了 到底真的假的 因為我家族 我舅舅是醫生 原來是在東京地大念 後來因為抗戰結束 就回來台灣念台灣大學 所以自然而然就會有一個期望 比如說家裡優秀的孩子能夠去念醫學院 不過後來我初中的時候才發現是色盲 所以我媽媽非常失望 但是我自己反而就好像解脫的一樣 對 後來一年了較大 對 後來一年了較大 然後之後他就到了美國 在Silicon Valley創業 1996年後來台灣 然後創業了幾家很重要的晶片組 包括城製科技 然後推升到全球四強 然後最後又併入了別的公司 就加入了聯發科 到了聯發科的時候 其實我算了一個時間點 剛好是聯發科在台灣 是古王的時候 是 聯發科當古王 已經有相當長的一代 是啊 但很多人都會捨不得今天 就會一直想要留在聯發科 結果發生說老師他的選擇是 他就帶出了科技圈 投入了工藝 然後和閻長壽兩個人一起加入了教育的平台 我待會來問他 他的人生價值的選擇 可是在問他人生價值選擇裡頭 我想直接的先跳到今天跟所有的人 你們的人生命運息息相關的 我們講的一小時城市的 這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課程 他和閻長壽的共同合作的教育平台 他也叫軍藝 這個名稱是因為來自於當時佛光山有一個學校 他就是在台東的地方 他嚴長壽想辦公益學校 新學老師就把這個社上給了他 取名字叫軍藝 是新人取的 因為原來的名字叫軍藝 軍是軍的 每一個人都平等 一是一流的意思 然後軍藝的教育平台 他們幾個人開始投入 那裡頭呢 包括投入自己的數學自己救了 這句話對我們台灣長壹輩的人來講會很吃驚對不對 對你同一輩子 對你同一輩子 因為我們以前在台灣念數學 不管你原來在台灣對自己的數學功課成績感覺是什麼 你只要到了美國就會覺得 我們的數學現在比這些美國人好太多了對不對 現在反而自己的數學自己救 我想台灣前兩天國際上面有一個考試叫TEAMS 它的成績公佈出來以後 其實台灣的成績排行還不錯的 全世界第四年 但是台灣的問題是掩藏在背後的 就是說 第一個呢 台灣的學生成績雖然考得不錯 但是大家對數學的興趣 還有對數學的自信其實是很差的 那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 台灣的這個前後端的學生的差距是差很遠的 我想如果有人記得2012年披薩的考試成績 前面10%的成績跟後面10%的成績 前後差了7年 那我們這個差距呢 是全世界倒數第一的 就是說是最嚴重的 所以我們的問題跟美國的問題不太一樣 我們的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的成績好其實有很大的部分呢 是這個填鴉式教育 教育出來的 所以讓我們很會作答 但是因為是填鴉式教育 教育出來的關係 因此呢大家對學數學到底有什麼用 然後呢這個對自己數學的農曆 其實也沒什麼樣的把握 那造成了一個反過來的現象就是說 大家就是很努力很努力的這個學習 可是等進到大學了以後呢 突然之間不用再考試了 那也就不再進步了 那實際上這個是剛好相反的 因為在美國的話 他們也許初中國中沒有那麼樣的努力 可是他們進到大學是非常努力的 那因為這個是一輩子都在學習嘛 所以後來就越來越棒了 那我們這邊呢很明顯的就是說 進到大學了以後 那個掉下來的速度反而是可怕的 數學在未來啊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他可能跟我們經常講的人工智慧啊 或是你在寫軟體是比較息息相關嘛 好我們來講今天我很希望在座的 就說你們來的人有福了啊 今天呢我們特別的重點要講 一小時完成寫成事 那我們給的標語叫 下一個全民必修的第二萬語 注意啊 台灣現在如果叫你學第二萬語 就是你要把英文之外另外一個語言學好 或者你把英語學好 這就很難 那在台灣過去爭論的議題就是 我們要不要學母語 母語只選福老話嗎 那要不要學原著名 原著名又分成大個族 要不要學客語 還是要學越南語 大家就是網 這方面一直在發展 可是呢 軍醫教育平臺 現在非常非常重視的事情 也是公益平臺 我怕基金會啊 他們非常重視的叫 Hour of Code in Taiwan 如果你們上YouTube上去 Hour of Code 事實上是一個全世界的運動 對不對 那有一次那個 我跟嚴長壽講說 那個Hour of Code太重要 他就說 文謙 你知不知道 我們也有Hour of Code in Taiwan 然後就特別要我 訪問這個方老師 就是說由你們所創辦 是 那個Hour of Code 是 其實是從美國開始發起的 大概四年前 那就像剛剛文謙講的 其實也是因為看到未來的趨勢 這個血軟體 還有人工智慧 還有整個的工業4.0 其實都是我們這個世代 非常重要的一些變革 那它重要到什麼程度呢 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很多的行業 再過十年 大概80%那個行業的人會適應 舉例來講 計程車司機 卡車司機 我們全台灣大概有好幾萬人 將近十萬人左右 跟這個行業是有關的 十年以後 如果說無人駕駛的汽車 無人駕駛的卡車 那個技術成熟的 他們的安全性 他們的穩定性 會比人類在駕駛還更可靠的時候 從事那個行業的很多人 會失業的 所以從那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科技的進步 從某一個角度 會造成一個社會上面的一個不安定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假如說能夠掌握到人工智能 假如能夠掌握到軟體 然後能夠利用這些工具 來創造出更有價值的東西 或者是服務的話 那麼這些年輕人 或者是在那個時候從事行業的這些人 他們可能就站在一個比較有利的一個地步 所以美國這個有一個叫Code.org 這個組織也是一個公益性的一個組織 他們從四年前開始就很希望 能夠喚起美國人對這個軟體的重視 所以他們就定了一個禮拜叫做Computer Week 那為什麼定這個禮拜呢 因為是剛好是美國一個女的電腦科學家她的生日 就用她的生日來當作這個電腦周的一個紀念活動 那他們現在已經全世界有兩億多人次試著寫過這個程式了 那美國的歐巴馬總統在兩年前的時候也參與了這個活動 那台灣很榮幸的那個蔡英文總統 昨天在台北市也參與了這個All of Code這個活動 所以她也寫了兩三行code 她昨天上台講的時候我覺得還蠻親切的 她說她其實從來沒有玩過任何的電動遊戲 那所以她昨天上台要去寫兩三行code 然後呢要讓這些遊戲能夠動 她本來有一點緊張了 後來她還蠻投入的 寫完以後她還蠻高興的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很小的一個嘗試 不過我之所以講這個事情主要是 我想在座的很多年輕人應該都是從小在玩電動遊戲的 那可是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來 就是說可能都很會玩 但是電動遊戲是怎麼樣設計出來的 還有她背後的這些東西對於你未來的這些職埃 對於你未來的工作到底有什麼樣的關聯 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詳細的去了解她 不過假如大家有這個興趣的話 稍微去多接觸一下 大家會發現那個是一個蠻大的一條路 對於你的職埃 對於你未來的這個社會上面的競爭能力 都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我們為大家現在播放一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呢就是 全球現在已經有兩億五千萬人的 來培植未來的競爭力 因為其實可以跟上這種 Out of Code 就是說各個學校啊 各個國家可以跟上這樣的一個趨勢的 很多學校 比如說美國的學校很多老師是有公費保護的 所以他們很難淘汰掉原來的老師 加入原來的老師加入原來的課程 如果不是那個州啊 他本身有很特殊的創新 他就會做不到 那更不要講就是說 像美國有很多窮困的區域 很多都是那種單親家庭啊 非常窮的 那他們也想到了第三世界的國家的小孩 所以就創設了很多開放式的課程 那我們看到很多開放式課程 現在一個最重要的開放式課程 都是針對人工智能開出來的開放式課程 所以我曾經問過 MIT的Computer Science 跟人工智能的中心主任 C-Cell的主任 Dania La Rousse 我就問她說 你今天發展人工智能 你為什麼會覺得 你不是人類的魂業者 今天我如果把 Detroit 的工會領導者 抓到你前面 你怎麼回答他 她的回答就是 你們趕快學習 這個一點都不難 然後我們可以給你這種開放式的課程 然後你可以 無聲很辛勞的 工作到65甚至67歲 你還可以保存的工作 而且坐更好的車子 我說好 那我如果把你帶到 Brooklyn 那種最糟糕的 美國到處都是在槍戰的那種 孩子大概都是在販毒的 可能十幾歲就捲入販毒的 你要對那些小孩子怎麼說 她就說 Oh this is a very sharp question 她就告訴她說 請上 Hour of coding的課程 讓他們知道 其實她可以離開這樣的一個環境 在網路裡頭 不要只有沉溺於 既有很多人在網路裡頭的其他的事情 such as 什麼 social media 然後玩耍 或是做一些 social media 裡頭 你們覺得好的或不好的 social media 裡頭 網路上課 其實它是超越既有學校 既有系統裡頭 plus很多東西給你 那你在裡頭 得到的東西越多 對你的人生幫助越大 那我為大家來介紹 當時的Nana Ruth 告訴所有 如果你在你的既有的教育體系 或是還來不及學習的 應該去上個 One Hour Coding 這個Program 我們為大家做一個介紹 就是中天的夢想 遇見我主持的節目當時 我做了報導 她的目的就是讓你在網站上頭 就可以學習成事 或許很多學校都有她僵化的教育體系 很多老師自己不會成事 很多既有的教育體系裡頭 有她的障礙 這些障礙包括了 她僵化 包括了 她不肯學習 或者她的既得利 各種理由可能都有 但孩子們的未來不可能 因為你們的這種蟲種成人的理由 或是官僚系統的理由 而未耽誤 因此 Hour of Code 在2013年發起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180個國家 兩億五千萬人 投入這個工藝工作 總共有十九萬八千場活動 不斷地在希望很多人 可以參與這個Hour of Code 今天我們在中間的夢想一戰 特別想為大家介紹 台灣也享用了這個活動 台灣有一部分的工藝人士 投入了Hour of Code 我希望看我們電視的很多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這方面有能力的人 你可以參與工藝 如果你害怕你的孩子 沒有辦法跟上工藝4.0 或是人工智慧 請不要害怕 你不見得要把孩子 立刻送到明星學校 事實上明星學校 會比教育系統裡頭 有更好的城市教育 也就是學習會 不同的選擇 居然大聲一點 你的小力是大聲一點 這是一場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規模的學習行動 剛剛一個人們 原理會方都學習很多 皆さん 全球有超過19萬八千場活動 一百八十多个国家二点五亿人合路 2013年美国公益组织发起一小时完成式的活动 包括Google Facebook 亚马逊等企业都热烈审议 政府只是一项公立 在美国这是国家政策和教育方向 国家政策和教育方向 罗马邀请群立儿童到白宫进行包容后计划 美国已经在2015年底先出教育方案 并且依出四十亿能金给各州政府将城市设计列入同时课程 学习这些技术不是只要重要的在你的未来 它是重要的在我们的未来的未来 如果我们想美国要留意大利亚 我们需要 young americans像你 社长平台情组 大利亚 我计划 i was you 有許多簡易的程式語言 例如這款遊戲 你只要移動積木就是寫程式了 而且你的老師都是重量級人物 一件事機器人很高興是重複的 作為一個人 你會覺得很累 如果你要做同樣的事很多次 但一個機器人可以做同樣的事 千萬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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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太累 而能夠維持得很好 所以例如 我希望大家在Facebook 快樂日替他們的信息 可能會給我多一年來 寫到每個小時 寫到每個個字 但我們有幾個數字 我可以使用一個系統 寫到每個人 都會寫到每個人 在Facebook 寫到他們的信息 所以那是他們的 這些是很值得的 有些東西 在這個例子 你的目標是 要動作的 動作 動作 我們會使用 這個碰式 在做這個很容易 我們在休息禮拜 走完二十關 然後 他們在經典時中 一到二十關 他們今天要找麻煩 你們看 這是台灣的全新現場 台大電機器的製作和家長們 帶領小朋友一起去城市 那麼多辦事的小學生 就為德國小三年級 並以來誘致當留班 然後大電機器 大概就OK了 太簡單 我們剛剛玩幾個東西 控制神跟一個不知名的東西 因為我念我 我學到了一些 我學到了玩電動 其實幾城市需要高度創意 這可以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 幫助我們面對一位新科技 而這一段可憐的時間 今天有台灣豪爾邦特課程 第一位拿到這麼精采的夜長 你們為什麼需要前程式呢 很多東西都需要程式 像我平常在玩的麥克風 都是靠程式 從一直看那個重複 然後弄出來所有的方塊 我們這個班的做夜長 常常都是要找上網找資料 然後把它用取摘要下來再寫新的 所以常常會用到網路 對 所以你可以上網自己教育自己 可以 然後有不懂的來問爸爸 台灣從107學年度起 且城市將列入國中必修課 今年暑假 生活小五年級的學生 將是第一批受益者 未來 城市教育將被視為基本素養 公益皮臺基金會 因此希望培育更多士資 協助學校提供更好的課程 是透過社團的活動 讓有一些孩子 他在接受到off code 他想要繼續學習之後 但是學校他並沒有 在現階段沒有好的師資 至少有一些企業職工 他可以寫助孩子 儘管對小肚來說 未來還很遙遠 但是台灣的競爭力 不能再靠營運輯代工 人才是最重要的觀念 而且其實未來就在面前 像是LINE啊 FD 其實他們的產值 其實在全世界都是非常 總所皆知的 人錢就非常高 那其實台灣不往 就被稱為科技的玩過 但是其實台灣做的主要是 以科技的一些代工為主 但是那其實產值相對的 小毛利的部分 一直是拉不上來 一直是我們產業的一個困境 那台灣號稱說 接下來要邁入說 科技的下一個階段 然後台灣產業要轉型 一定要從軟體這個部分 開始發展 即使你想成為一輪車 或比賽 或建立一個房子 所有這些東西 都被軟掉了 手機 但是它是 你知不知道 機器都在外面 你想要在農業嗎 你想要在娛樂嗎 你想要在製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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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全世界 歡迎來到新時代 我們的生活 早已高度依賴技能科技 根據統計 光是美國到了2018年 就會少150萬名軟體人才 因為只有十分之一的學校 有相關課程 我們的政策 是要在製造 最多的工資 我們可以找到 整個系統 整個系統 是因為 今天沒有太多人 訓練 這些技術 才能夠 得到最好的人 我們嘗試 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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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業評論 將會顯成是 又有專業領域知識的 科學家 封為二十一世紀 最性感的行業 2014年 美國前百大最佳職業 第一名就是 軟體工程師 ちょっと想想開 numa 協力多大 再有一次 旁業 if you can create technology,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so we're excited that you are participating in today's Hour of Code we just had two lines of code 4 lines 7 lines 5 7 lines 5 9 lines 5 60 lines of code 99 lines whether you're a young man or a young woman whether you live in a city or a rural area everybody in this country should learn how to program a computer give it a shot you can't tell me nothing we can answer the people we can't tell you we can't show you the whole side 好 剛剛看這個報導有什麼錯誤 需要放聽柔東陽指證嗎 沒有啊 我覺得 我有看到這個報導 有看到這個報導 做得很好 真的啊 因為我們怕我們外行的人有什麼說錯 沒有 做得很好 謝謝 我如果說能夠舉舉個實際的例子就是說 其實真的不是說你寫程式就未來要變成一個軟體工程師 大家可能知道我們基金會是比較特殊的一個基金會 因為我們基金會為了要做一個教育平台出來 所以我們那個基金會裡面的那個知識含量是特別重的 我們有四位台大的醫生在我們基金會裡面當全職的夥伴或者是這個兼職的夥伴 那中間也有一位呢是兼職的夥伴 他也是在寫程式的 他自己寫了幾個程式讓他在每天看病人的時候特別有效力 因為現在在台大看病人就是說要用很多電腦 然後呢每次都要輸入很多的資料 這邊按一下這邊按一下 然後呢才能夠把他的最後的這個病例寫完 然後才能夠印出他的這個收據 然後才能夠印出他的這個藥單這樣子 那我們合作的這一位老師這位醫生叫做吳佩生 他非常聰明他自己學了這個程式 然後呢自己學了一些語言進去了以後 他現在只要按兩個鍵就可以把 其他醫生要按十幾次就可以把他弄出來 那所以他的台大醫生的這個夥伴們一看到他這麼厲害 然後大家都來跟他學這麼一點東西 所以大家的效率又增加很高 然後呢大家從這創面又得到了很多樂趣這樣子 那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生活裡面真的是少不了電腦 那所以要是知道寫程式 你不見得要變成軟體工程師 但是呢你因為寫程式的關係 你對這個整個的機器是怎麼運作的 比較理解了以後 其實你就可以善用這個工具 然後呢可以改變你自己在做一些很重複的工作 然後呢提高很多效率 你就比較有多的時間 可以來休閒享受或者是來做其他你更喜歡的工作 我們現場可能有學好幾個不同領域的人 那很重要的觀點就是說 我們不是叫你去學 Computer Science 裡頭 最後變成聯發科的軟體工程師 而不是 是你不管做什麼行業 然後我們亞大的校長 他將來管理這個學校 如果他會寫程式 他又這麼聰明 又是這麼棒的管理者 如果他自己會寫程式 他可能可以節省他三分之一 甚至是二分之一的時間 達到相同的管理 他要發每一封信給每一個學生 說Happy Birthday Happy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現在看起來好像要做這些工作 有一點困難 可是如果有這麼一個code 他把所有的學生很簡單的資料做 他就一按出去 裡面就每一個人都收到校長的 Merry Christmas 然後當然了 若你功課不夠好的人 他可能會給你收到一個 他看到成績到了一個分數以下的人 他可能按下去 那個標準這個叫你Wake up 這樣醒過來 就是說他每一個領域裡頭的人 都可以想到 他可以跟這種 你會寫一點點誠實有關 這件事情我想請問一下 方先生的董事長 假設我請問你 我們現在有很多是傳播學院的人 那也有的是學文創的人 我們現在談傳播學院好了 當然了 現在很多體制都是機器人寫的 就是說在台灣現在很多你看到的 網路上的新聞 是公讀生抄的 這個公讀生在美國的概念就變成跟機器人一樣 所以我現在對於傳播系畢業的人我很擔心 因為我看到台灣現在非常多的媒體 然後就一直都在採檢預算 然後呢 那因為我們有很多 既有的各種 大家要搞各種電子報 因為報紙現在發行量 陨落的很少很少 可能最大發行量 他號稱五十萬份的只有二十幾萬 號稱二十幾萬的只有五萬份 他撞得非常厲害 可是他還是有很多新聞啊 那網路上呢就有各種不同的語音 有這種不同的新聞 裡面可能會知道各種傳媒啊 什麼什麼的 你知道他們大多數的新聞 除了少數字自己寫之外 他們都是找公讀生 所以薪水就會非常少 只有兩萬多塊錢 然後這個人是不跑新聞的 他是一個簡貼工 他就要把其他中央社 中時電子報 UDN 自由時報 電子報 ETtoday 這幾個人新聞呢 綜合起來抄一抄 那由於他自己沒有足夠的訓練 也沒有長官 然後他沒有講究即時新聞 所以就錯誤排除 就是台灣現在的情況 就是他還用人 可是他把這個人當成 比機器還要可憐 他不給他任何的training 他給他的薪水比外勞還要 就是跟外勞差不多這樣子 那因為是公讀生 所以呢 這種公讀生是像派遣一樣 你知道嗎 就是他連基本的福利都沒有 而在美國呢 現在最基本的這種即時新聞 全部都是機器人罷了 他就是知道卡斯圖 卡索已經躺在醫院了 然後呢 就早就已經準備好關於他的鋪文了 然後卡索死掉了 想年幾歲 什麼時候有情況 那個新聞早就寫好在那裡 然後世界一倒開下去就發出去了 他就是不像以前 就是說還要去追一些細節 那這個很有名的原因是被發現 是有一次就是李光耀死那一次 因為李光耀他們所擁有的這個 這個總理網站啊 當時剛好他換掉了 出了一些問題 就是中毒了 被有hacker中毒 所以他就在進行維修 所以他就把這個網站關了 就給了陶業李光耀的一個年輕人 他也是很厲害的hacker 他就有一個入侵的機會 於是呢 他就弄了一個假的 然後圖像都很像 就是他弄了一個網頁 他自己去設計一個網頁 然後這個網頁 是跟原來的總理府 總理府的網站的網頁是很像的 然後就上面發 李光耀還沒死 躺在醫院 他就發他死了 結果全世界BBC 每連社全部都發 李光耀死了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已經沒有記者在做查證這個工作 他一抓到他就整個全部都發出去 所以我想請發尼的路上告訴我們 就是說 這是一個bad case 一個很糟糕的case 可是如果你想成為一個非常好的報告人 他學會城市會有什麼好處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說當你學會寫城市了以後 你其實個人的生產效率 其實可以提高很多的 那因為我們不管是生活工作 其實現在都跟電腦脫離不了關係 所以你就增加了很多別人沒有的這種方便性 那因此你在時間的管理上面 在做事情的成效上面 其實都要比你的同儕要進步很多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 讓你能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能夠看遠一點 而不是說只是 我每天比人家多省個五分鐘 十分鐘而已 我覺得普遍講起來 就是說 願意自學的人 跟這個不是自學 但是就是按照規矩 一步一步這樣子升上來的人 兩個其實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軍醫教育平台 對不起我打一下廣告 工商時間一下 我們現在大概將近有60萬個人註冊 然後呢 每個禮拜大概有4萬人在使用這樣子 那台灣的這個高中、國中、小學人數加起來是200多萬 所以我們大概是全台灣有四分之一的孩子 開始在用我們的教育平台在用 那我們很明顯的看出來就是說 只要我們能夠把孩子的學習動機誘化出來 讓他從這種很被動的學習 然後呢改成主動的自學 他的學習動機上來了 然後呢他的自信上來了 他的能力也上來了以後 他那個是源源不斷的一個自動發動機這樣子會上來的 那我覺得普遍講起來 自己願意去學這個寫程式的這些學生 不管是他的年紀 不管是小學也好 或者是大學也好 甚至就是說成人也好 普遍我們都看到了一個這個自學的這種特徵 那有這樣的特徵的人呢 他本來也是有點害怕的 他可以寫文字也可以寫 對 我想大家可能知道 嚴先生是我們台灣的一個國寶 怎麼說呢 他今天 過去的五六年他都一直在講教育 然後呢他全神灌注的在做這個教育這件事情 可是他常常自己半開玩笑的講 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沒有資格講教育的人 因為呢 他沒有大學學位 他根本沒進到大學來 不像各位呢 都在這個亞洲大學這麼好的學校 他考了好幾次都沒有考上 到後來他只好放棄 他說我們如果放眼望去 全世界在講教育的人 沒有一個人沒有大學學位 他大概是唯一的例外 他曾經跟我解釋過這件事 他說因為他在大學的時候 他也日中參加社團 他每次組織各種不同的 有伴 有各種的雞婆的事情 包包幫人家做像慈祐社啊 登山社啊 還沒有搞搞到後來 他大學就沒有考上 不過他也提到後來很認認的選因 對 所以你意思是說 如果連他都可以變成 Out of Code 的學生 對 他有成功學習下去嗎 有有有 他那個去年他還拿到一張獎狀 有獎狀 所以我們在座的同學 如果要參加你Out of Code OK 那我看到你是用電玩開始嗎 我得玩電玩嗎 沒有 手機也可以啊 或者是那個平板電腦 或者是那個普通的電腦都可以 那個我可以請同學為大家試試看嗎 這裡面大家應該都有手機吧 可不可以把手機拿出來一下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可以上課了 對 我們簡單看一下 請大家在 睡著了把他搖醒 我爸爸今天往生 然後那個最後走掉的時候 投資師剛好是這樣 所以今天不要睡覺這樣 不好笑 這真的我今天覺得我 很多人跟我說 你爸爸今天往生 你要不要請假 他今天上午11點32分過時 我跟他深睡鞠躬 怕流淚 但是我說我父親他們家的教育 是對別人的信用 比任何事都重要 所以我來了 但是因為學員剛睡的那個樣子 嘴巴開開了 跟那個最後茶館八館的病人太像 所以千萬要睡也換一個姿勢睡覺 這樣子OK 拿出手機出來 OK 謝謝 大家在那個Google上面打 軍醫教育平臺 均等一流 均一教育平臺 有找到嗎 然後呢 在 對不起 我剛剛手機會放在那個貴賓室裡面 我記得是在左上角那邊有一個課程 要不要拿貴賓室 誰去幫他拿手機 不好意思 然後呢 把那個課程點下去了以後 那個拉出來以後 應該有各種不同的課程 我們最多的是數學 還有自然科學等等等等的 然後呢 底下有一個電腦科學的部分 所以我們應該要上電腦科學那個 對對對 不過沒關係 我想就是說 只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讓大家 看這個已經開始了 這裡就是 緬背 均等一流 然後 他很別的 是是 所以這邊 這是啥 這個就是他的 我剛剛給我爸媽講一下 我已經很大了 要慢一點 前面那一頁是什麼 前面那一頁 這個就是馬上開始學習 使用Google 登陸 使用Facebook 登陸 每一個都可以嘛 那用Google比較簡單嘛 對不對 不用Google 登陸 OK 但是我們不登陸也是可以用的 OK 不登陸也是可以用的 你用哪一個 隨便就好了 下一個 登陸是為了加入你們嘛 對不對 沒關係 不登陸也沒關係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你到科目那邊去 科目 OK 就各有不同的 對 所以我們這邊有 數學科 自然科 電腦科學 英文 等等等等 各種不同的課程 對 知醫如何教學 然後 Computer Science Center 這裡有技術跟人文是音樂 對 大家點那個一小時 完成是這邊 對 OK One hour 一小時 一小時 這是scratch 是什麼 scratch 是一個 程式語言 它是用積木的方式 讓你學會運算思維 你看你們知道是我的 就是白癡這樣 好 OK 然後點進去呢 初體驗 對 然後再點進去 點進去 然後 好 然後點這個 不小心 南台節 好像那個名義代表 對 再點那個 Out of Code in Taiwan Out of Code 哪一個 所以它上面就有遊戲介紹啊 等等等等 所以它就帶著大家呢 這個一個城市一個城市的玩 OK 那假設我這樣的人 你會建議我從哪一個外景 從第一個遊戲介紹開始 我很討厭遊戲 我看電腦遊戲我會老神經衰弱 不會 還蠻好玩的 真的啊 好 然後又開始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跟你講一個簡單的 然後我們要怎麼開始 流程 然後從哪裡開始 我就直接做意 你就按那個播放影片 對 OK 因為我們這個都是假設是自學嘛 所以沒有大人在 所以呢你就自己看這個影片 然後它就跟你介紹 這個是怎麼玩這樣子 然後現在開始玩了沒 還沒 沒有它現在只是在介紹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啊 看起來文券是真的開始 對啊 我很急要學啊 這個都是scratch 都是scratch 這個應該有聲音沒有插進去 是吧 好 如果要玩的話那個退出來好不好 不好意思 OK 應該要玩哪一個 應該玩哪一個 因為我要幫所有的人都知道怎麼玩對不對 你們一定會跟我一樣進入迷宮嗎 選擇與判斷與電腦溝通提問與說 從last 歷程記錄 猜數字狀態計數記 請你去google search google out of code 來 麻煩同學 google out of code 這不會是你們的吧 沒有 google out of code OK 這樣 你就擋那個 stark learning learn 點這個 scratch learn 哦 這頁面很漂亮 那它現在有八種不同的遊戲 那這邊的話就是那個什麼冰雪公主還是什麼 冰雪奇緣 冰雪奇緣 我們就看冰雪奇緣嘛 等一下我要玩這個 中間這個娃娃這個 call double 這看起來比較可愛 我們玩這個 然後這是啥 然後就開始背 OK 然後呢 然後 RM code Codabble OK 可以了 OK 可以了 Stillers get started Play now 就現在開始完了 Play without saving bill 會用 Save 這樣 會用 Save 再來 Loading 下來 好了 Download 下來 Codabo 然後 然後他要我 我現在是在寫程式還是跟他講話 你現在開始學寫程式 學寫程式 他沒有聲音嗎 他都沒有聲音嗎 應該有 電腦聲音沒出來 來 還在 Loading Loading 這邊有玩過Out of Code的可以舉手嗎 有好幾位嘛 你們要不要上來當這個小教練一下 有沒有人要下來 上來 下來 請問這是啥 你也沒玩過對不對 我玩過 這個你玩過嗎 你可以選 你可以隨便選 幾位就三到五年級 對 三到五年級 我是白痴 所以我應該選最前面 有同學願意上來當小教練的嗎 有嗎 中間有同學有舉手的 來 快點 上來 他們害羞啊 來 我們開始玩 第一個 Strong Bings Bings不是英國那個 怪先生嗎 Mr. Bings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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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著然後把它拉過來 然後呢 就按照它的這個印刷型 然後呢 就一直按這樣就好了 好 通過了這樣 啊 這樣簡單 這筆 這太簡單 這個怎麼會叫Coding啊 它在訓練 你怎麼使用游標這樣子 使用游標 然後呢 它會有 真的嗎 我覺得好像給老人實質正外 哈哈哈哈 再來很好啊 來 下一個 有沒有啊 我們玩困難一點的 我發現我跟第一集沒關係 我們換困難一點 來給大家試試看 而且你們下一個年齡都會比較困難 困難它那邊好像有一個Minecraft 困難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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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謝謝 那 頭皮會人家 Lily back sitting down I started Lily 是最難的 还得一关一关过 所以没有跳机 OK 反正大家可以慢慢玩 玩到后来 终于开始可以写程式吗 因为刚才那个看起来 好像训练我是老人 是来从这里到右边去啊 一开始可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它其实是在建立一个 所谓运算思维 运算思维 所谓运算思维 我用一个比较大家能够理解的 这个说法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很多事 都是下意识的直接就做了 但是呢 你如果要让一个机器人 或者要让一个电脑 能够很精准的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你要把很多动作拆成很小的动作 然后呢要很精准的跟它讲 要怎么样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所以决定来讲我现在要从这个地方 然后要走出去这个大礼堂 那么我现在要站起来 然后呢 这边我不晓得是东西南边 假设是往东走 然后呢我要走几步 然后呢 九十度转弯 然后呢要走多少步 然后呢开始爬楼梯 对 你必须要很精准的跟它讲 那为什么这个叫做运算思维呢 就是说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 其实就是把你做的事情 拆成好几个步骤在执行 实际上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学会了怎么样把一个复杂的东西 然后把它拆解 然后呢把它拆解到就是说 是可以简单可以执行的这个步骤 然后呢 你再把这些可以简单执行的步骤 再把它综合起来以后 你就可以从很小的东西 慢慢慢慢变成做很复杂的东西 那实际上呢 几乎所有的机器人也好 或者是所有的人工智能也好 就是这样子来的 以前Big Data刚出来的时候 我每天被那个趋势科技的张明正抓去 一直疲劳轰炸 我当然就不知道他为什么 每天问我相同的这个问题 那我最近有点知道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答案了 我问他一直问我 那他找我去问的原因就是说 他说你每次文件事业周报的资料是 HUGE 就是那么多的答案 那你怎么样在那么多的资料 那么多的资讯里头 去挑选 你认为对未来有意义 而且有重大影响的资讯 为什么你有能力挑选 而不是拉拉拉拉的整片 就不通通都出来 我说 你看它会是属于一个长期性的影响 那他说好 那你怎么回答长期性的影响 那我就说 比如说 希拉蕊要求重新机票 比如说现在的新闻 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不重要 因为 第一个 他必须要好几个州都愿意重新机票 那在美国要求重新机票 他法律规定是1%以内 那所以你必须证明 他是有瑕疵的 因为这几个区域 他的差距都超过半只 那在这个状况里头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重要的新闻 他唯一重要就只有显示 希拉蕊不是一个太有风度的人而已 那还有他其实一天才去儿童联盟里头演讲 那演讲里头他也提到了 他太喜欢他这种 ordinary people's life 他可以遛狗 可以睡到宝 那如果比较刻薄的讲会说 他说的是假话 如果比较人形的说法 应该是说其实人要做到方向很不容易 对不对 那好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新闻完全不重要 但是我很会抓出来 比如说他派破产大王去做他的商务部长 派高盛邦等人去做他的财政部部长 那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很 meaningful 的意义 因为他曾经承诺给美国人 第一个就是说工作都要回来美国 对 而且他让很多中下阶层的白人觉得 他们现在的贫富差距 是他们很痛恨其他体质的理由 所以他们要选一个不是原来那个体质的人 而且甚至回过头来帮他们修这个体质的人 可是他去找了一个华尔街的人 来做财政部长 再找一个华尔街破产大王 很专门在搞破产重整 而且好几次川普自己的公司破产就是靠他重整 他找这个人来做商务部部长 所以这里头就会呈现出来 第一个我要看 就是说他原来告诉他的选民 让他的选民以为他是来对抗华尔街的 结果他是最符合华尔街的利益 那我想知道这些事情将来会不会成为他跟他选民重大的矛盾 但是我更重视的是他选的财政部长这个人 选他是高盛的高管 那这个高盛的高管呢 他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注意高盛不见的代表 他脑袋就很清楚 像这个川普现在呢 他任命的首席的白宫幕僚长 叫Bannon 大骂的半死 他就是创设了一个极右派的网站 而这个极右派的网站呢 是天天在攻击美国非白人的 就是说所有对不同族裔的人 充满了攻击性的 那这个Bannon 原来也是高盛出身的 但是我就要注意说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高盛 他因此会不会执行川普所说的 他当选的第一天 他就由财政部长宣布 中国大陆是一个操纵BMP会里的 然后就开始对中国 跟对亚洲所有的贸易战争 这样子 我就告诉他说 那这个对我来说 这个人事任命反而是个大事 那这个破产大王相对来讲 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 那只是牵涉川普跟他的选民之间 政客对选民的背叛 那这个在世界上好像常常出现嘛 对不对 这样子 他就会常常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这个事情像 前天下有我说普警惠 他说为什么普警惠的事情呢 一开始 你就认为说他会脱 跟一般人看法不一样 我就说因为普警惠的任期 是到2018年初 他2017年年底就要竞选 他的政党新世界党 有一个最好的总统候选人叫潘基文 他在任期到今年年底啊 然后所以就一个执政党来讲 他们会很希望这个事情可以拖 拖到让潘基文可以回来 变成下一任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然后那个时候 胡警惠才离开他的总统职务 那离开的时候 潘基文顺利的被提名 下一届还是由原来执政党连任 那他面前就是司法 也不会是政治的斗争 所以然后他的弹劾程序 他不会轻易地下台 因为一个韩国的弹劾程序 他12月2号表决 然后表决之后呢 要再送到他的先行法院大法官 就大法官里头呢 他要开听政会干什么的程序 六个月 这六个月刚好就是拍起我QTT的时间 OK 那他就跟我说Big Data里头 需要从这些浩瀚的资料里头 挑出关键字 才能够解读这些讯息 我听完以后 我觉得有点道理 可是我不知道 Out of Code 可以帮这些事情什么样的吗 你可以回答我吗 大概不行吧 因为 Out of Code 其实它是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一个 初步的介绍 它只是带 一般的社会大众对电脑对软体不熟 让他们能够开始了解 电脑是怎么运作的 那至于说这个跟您刚刚讲的 这个大数据的整个应用 它背后的整个操作的部分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前几天那个李开复 他在他的那个网络上面有一篇文章 他在讲说下面的几年是人工智能的这个黄金年代 我觉得如果大家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那篇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讲大数据 人工智能怎么样会影响人类下面20年 那跟Out of Code这边想要做了扮演这个角色 两边是有相当程度的差距的 那真正要做到这个大数据 要做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都用一个名词叫做Data Scientist 就是叫做资料科学家 他们能够从一堆非常非常复杂 然后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这个数据里面 然后应用各种不同的这个所谓演算法 然后把这些资料萃取出来 或者是跟这个大趋势有关 或者是跟这个临时的这种疾病的这种趋势有关 然后呢就能够做出很有用的一些资料出来 举例来讲 陈大有一位叫做庄坤达老师 他前一阵子呢 大家知道就是说前一阵子那个 台南的登革乐的问题蛮严重的 然后一直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解决 那这位庄坤达老师他就用大数据 然后呢用演算法 发现就是说其实台南市政府那时候呢 在每天在弄的这个清洁剂啦 还有这种施工的那个方法不对 因为根本他们那个就是有一点是怎么讲 就是说乱枪打鸟那个方法 那不但呢耗费太多的这种漂白剂 人事费用 那而且还造成了环境的污染 所以他就用大数据的方法 找出了就是说如果每天呢 只是固定的做几个地方 然后呢喷洒这个漂白剂的地方 如果是更集中 其实登革乐呢反而是可以控制的下来 那后来那个台南市长就接受了他的建议 然后呢很快的不到一个月里面呢 就果然把这个事情就控制住了 那这个就是大数据能够做到的事情 那要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的资料量非常大 是好几百个GIGABYTE GIGABYTE这样的一个资料 那个是不可能用人的眼睛去看的 那一定要用所谓的演算法 来把它做各种不同的刷写 那一般讲起来要做演算法做得好的人 他的数学一定都要非常的强 所以我们叫这样的人叫做Data Scientist 所以如果学像我刚刚讲那种人文科学的人 他out of code可能是个错误的例子 但是他用 当他学了这些东西以后 假设他学会一些起码的Data 他自己变成一个还不错的Data Scientist 他会有什么帮助 他比较有概念 像以您的例子来讲 其实您对这些时事或者是这种趋势 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度 那你那个敏感度 我相信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 你非常认真的看了很多的资料 然后呢你的脑袋其实就像一个Super Computer一样的 然后呢你把这些资料 然后把从各个地方收集来的这个资讯 在你的脑袋光里面的这个绕了好几圈以后 然后你才有一个直觉 像严超兽严先生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的 举例来讲 五年前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教育应该不一样》 就像刚刚讲的 他没有念大学啊 然后呢在那个之前 他都是在餐饮业服务啊 所以他其实跟教育都拔竿子是打不着的啊 但是呢 他突然之间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教育应该不一样》 然后里面写了好几个重点 其实每一个重点都打中了我们今天教育上面的这个盲点 那当然书卖得非常好 然后呢政府也非常重视那本书 我想您跟严先生都有一种低流感也好 或者说这个因为你们看了非常多的书 见过很多人 然后呢你们就培养出一种能够预见的这种能力出来 那这个就有点像 Data scientists 他们利用他们的数学 利用他们的演算法 然后呢在很大很大的资料库里面呢 找出一个趋势来有点违思 所以假设我们在座的学生他学 比如说他有一个知识 他可以把大萧条时候 当时的美国的股票数字 当时的美国的政治事件 就是上面是一个下面是一个 然后当时Hitler什么时候崛起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什么时候崛起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什么时候崛起 而且大家什么时候打追凶 他说不输以后 他其实可以演算出这里头的 relatances 就是这里头的关联 就是说像我们是背在脑袋里头 然后所以可以把它综合解释 大多数的历史学家 他就是只有第一条 然后比如说他不会知道 美国道琼指数的改变 跟美国总统大选的改变 跟二次事业大战的关联 跟巨货主义的关联 经济的衰退 跟当时种族主义的崛起 跟反流的崛起 他就不会把这些关联在一起嘛 所以学者自己本身就输给了Big Data 对对对 你刚刚用了一个字是很关键的 就是所谓的关联性 其实在演算法里面呢 他们就是去找出那个关联性出来 那关联性跟一般的统计的数字 又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一般在看统计的时候 会去看它的这个比例啊 霍兰率啊 然后呢什么平均值啊 这个中间值啊 这一页等等的 但是关联性不是看这种东西 那关联性因为它不是那么强的一种 彼此互相的关联 那种关系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需要用这个数学来 来做一个这个淘汰的一个机制 刚才在Hour of Code这个影片里头 他说未来的娱乐业 我想建筑业和文创产业 都会跟运算有关系吗 为什么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现场的人解释一下 我想在21世纪之前 很多行业 包括艺术啦 包括建筑啦 他们要做一个心里面想象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都得去做所谓的Prototype 就是那个雏形 那你要做出雏形来的时候 举例来讲我想最出名的就是说 汽车行业 他们每次要做一个雏形 他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非常多的能力物力 才能够把一个雏形打造出来 那可是今天 有很多工具都已经做在电脑里面了 所以你在电脑里面你要去做一个车子的雏形 是可以很快很快的 同样的呢 过去你要做一个卡通的这种动画片 也是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就像迪士尼他早先在做那个卡通片的时候 他其实都是人工一个一个画出来的 可是那个贾伯斯他当初创办的那个公司叫Pixel 他就是把制作漫画这件事情把它放到电脑里面去的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 把这些工具把它建立起来 等到这些工具建立起来以后 他后来再产生这种电脑动画影片的速度 就可以增加非常快 所以是Pixel那家公司 我去问那家公司 对 那公司好好玩 是 你有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 但是因为那个也是在湾区 所以我也有朋友在里面上班 他那个地方一进去就是一个大草地 然后每个人进去是要先进去帐篷里头坐一下 就让你先想想出房子 然后他的大楼里头是没有什么隔间的 你只要上厕所 你不会每一层楼都有厕所 你一定要下楼来 然后呢 再过来你要去喝咖啡 你一定要上去 反正你就得不断地再跟所有的人说 哈喽哈喽哈喽 他不允许你把自己灌在一个地方 然后就让你活在一个生活空间 所以我想刚刚讲的几个例子都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过去很多行业他们用了很多的工具 都是非常珍贵 然后呢可能都要花很多的钱 花很多的时间 可是一旦我们能够在电脑这个虚拟世界里面把它建造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个可以创新的这个速度还有创新的这个成本就降低很多了 那这个时候呢就看谁比较有创新的点子 因为过去你要做这种创新的这个成本太高了以后 年轻人要创业是很困难的 可是当你的门槛降低了 假如年轻人你本身是很有这个新的想法 然后呢能够很快的就能够突破的话 那么年轻人成功的概念其实就增加很多了 但是这个前提还是在于说 你要能够熟悉这些工具 然后你要能够呢打开自己的心胸 走入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然后呢能够把这个虚拟的工具跟你的能力 跟你的创意跟你的勇气把它结入在一起 那假如说虽然你是年轻人 可是你的心是关起来的 你的心胸是关起来的 你不愿意去接触那个东西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很可能呢未来你的职业呢 也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您刚刚提到运算思维 我看到那个Raba特别 就是他们在工厂里头的Raba 或者是NASA做的Raba 我看到有一个灯火星的Raba 正在MIT里头制作 然后他们跟我说你不能进来 我就在帮他穿尿布 因为It's a girl It's a she 我要让女的 因为Armatron是一个男的 灯火月球 所以到时候灯火星的机器人 他要放的是女的 所以It's a she 然后呢 他说他正在给他穿diaper 穿尿布 其实不是 就是要把他生起以后的电子引起包起来 然后他那个所有的那个 上面有纤维的东西 比如说3D列印 3D列印出来 就很漂亮这样 那我觉得您刚刚讲的运算思维 其实是这些东西可以成功很大的一个原因 你知道吗 因为他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细节必须非常精准 他不可以出错 所以他必须把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像个性很急的人 他就很 他要改变 他得把他所有一次可以完成的事情 拆解成非常多步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做出来的这个城市设计到最终 他就会美好完整无缺的执行你的任务 像我第一次坐无人车的时候 那真的很可怕 因为我被要求去坐无人车 那我就跟那个李昂的市长说 那你要陪我坐 因为要死我要跟你一起死 因为他很帅这样子 然后呢 那个李昂的市长呢 他们坐无人车就是专门 其实李昂一直是全世界在交通革命里头 最前进的城市 你们可能不知道 现在全台湾流行的U-bike 第一个就是从李昂开始 从李昂以后到巴黎 到阿姆斯特丹 然后到丹麦 哥本哈根 然后就一直到全世界 到U-bike 去 然后我们台湾的U-bike 都是从那里学出来的 就是李昂第一个发明了单车计划 然后他现在搞的就是无人车计划 那他的无人车计划 就是让你呢 从捷运出来之后就坐无人车 那因为他们这个李昂是一个大的工业城 他的地方呢 已经比较乡下 人很少 所以他就想做这个 然后他的实业区呢 是一个像前面我们这个大堂 都是罗马柱 然后就要开始开车 那也开了就要撞上罗马柱嘛 对不对 然后是没有driver 没有开车的人 然后我就会说 那你要跟我一起坐在车上 要死我跟你一起死这样 可是我不会抱你死 你要抱我死 他就OK这样 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坐在车上 因为他前面有非常好的感应器嘛 对不对 就最主要是 他们现在学机械的人 已经把那个感应器做到 我可以看到前面 比我们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而且会封 封闭 旁边的所有的状况 他都感受能力都比你的眼睛 比你的感受力都还要强 然后他就这样 我们有时候还会闪神 他不会啊 他就一直走一直走 然后接着呢 因为他有大数据运算 所以他可以对周边的状况 所以我们前面就这样 转过来转过去 有那个像罗马住进很危险了 结果他还跑出一台脚踏车 也是无人脚踏车 他故意出一台无人脚踏车 就是他让你有那个car accident 的机会 让你知道说 这个时刻这个无人车 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无人车就 一根停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正常的开车会紧张 然后会出错 然后你一旦一紧张 为了要闪那台车 你旁边就会撞上那个梁柱 对不对 结果这个车子不是 他知道旁边有梁柱 那里有车子来 他就刚好就停在一个 不上任何人 然后就停住了这样 然后也不会太紧张 所以那个急剎车也不会 后座里很强 就真的很厉害 是 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 是念电脑科学的同学 不过我想 因为今天谈的事情 谈得蛮多的 我跟大家介绍一个观念 叫做深度学习 叫做Deep Learning 这个人工智能 在过去十年之所以 能够发展非常迅速 然后能够做到像无人车 或者是像今年年初 那个电脑可以打败韩国的 那个围棋骑士 理事实 其实都是因为 这个所谓Deep Learning 这个演算法出来的关系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带着大家去做一个 这个Deep Learning的 这个Exercise 这个脑力激盖一下 假设 现在大家假设自己是电脑 然后呢 现在你要去辨识 车子的前灯 车子的前灯 那 对我们成人来讲 这个很简单嘛 就是说你一看车子就知道 哪一个灯是前灯哪一个灯是后灯 你不会把它搞反掉 对不对 可是对电脑来讲 因为它没有看过车子 那 所以 它第一个要先辨识 就是说 哪些是车子 哪些不是车子 那 那 因为是叫做Deep Learning嘛 所以 它其实要走过好几个步骤 所以 车子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它有四个轮子 所以 我们就给电脑呢 这个 一百万张的图片 然后这一百万张图片呢 有些是有四个轮子的 然后呢 有些是两个轮子的 有的是三个轮子的 然后呢 电脑 因为知道说 它要去摔写 这些四个轮子的东西 然后呢 就开始把那个两个轮子 三个轮子 然后五个轮子 都把它筛选掉了 接着呢 它要去看 哪个是前面哪里 后面 那 我们一般的 怎么看前面后面 有一个方法 可能是看 方向盘在哪里 对不对 但是呢 一张照片 不见得看得出来 方向盘在哪里 另外一个看前面后面呢 是 每一个车子 它通常会有一个 它的车厂的标志 看它那个车厂的标志 是放前面还是放后面 所以 举例来讲 假如是Mercedes Benz 它前面有一个 后面有一个 可是两边是不一样的 诸如此类的东西 所以 它在这个所谓 Deep learning 这个过程里面呢 它其实是有好几层的 这个思维在的 就像刚刚讲的例子 第一个它先选 有四个轮子 第二个呢 它接着选 有四个轮子的 它有没有车 有没有那个车盘 然后呢 有没有它的车标志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它其实有好几个 衰选的机制 那这几个好几个衰选的机制 都把它累积起来了以后 它就可以判断说 这个是车子 然后呢 这一部分是叫做前灯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叫做后灯 诸如此类 所以 对我们来讲 这个好像是很简单 好像我们本来 小时候在学习的时候 也就是这么样 脑袋瓜里面这样子来的 可是这个是在2006年呢 加拿大的一个 电脑科学的教授 他那时候发明出来的 那他怎么发明这个事情 因为他那时候参加一个竞赛 就是去要产出一个新的药出来 那他其实是对这些医学都不懂的 他纯粹的就是一个电脑科学家 结果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他去参加比赛了以后 两三个礼拜以后 他就产生一个新的药 结果这个新的药 对于那时候在竞赛 所要医治的这个病呢 是有直接的帮助的 所以他就拿了冠军了 然后呢 当他拿了冠军了以后 他这套方法叫做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就变成大家最佩服的 那后来呢 大家就把这个东西 就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域里面 包括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围棋 然后呢 这个无人驾驶的车子等等等等的 那当然就是说 从2006年以后 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运算思维 还有这个演算法也出来了 所以让演算法就越来越精进 但是呢 也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过去的十年 是人工智慧进步最快的时候 嗯 对 那我想请教 方舟总理长就说 好 我们在座的同学 如果有人觉得说 我不愿意学 而且我认为 人工智慧之后 会毁灭掉人类 就像Hawking所说的 所以我觉得 我对这个是很抗拒的 所以采取反对的态度 会是什么结果 很难回答这个 采取反对态度 其实也不见得就是 没有路可以走 我举例来讲 假如说 你个人本身有很高的天分 在艺术上面 或者是在音乐上面 或者是在 某些的手工艺上面 我觉得那还是很有机会的 但是假如你不是顶尖的 我想很多 就像刚刚讲的 这个 今天在做驾驶的很多 这个百姓 这个一般人 他可能十年以后 会面临到失业的情况 我想 有人人工智慧的以后 会逼着我们人类 要站在他的肩膀上面 然后让我们更能够往前面走 那至于说 选择不利用人工智慧的这些人 他要么自己本身有其他的才能 能够跟他 不是就是说合作 那也不是竞争 但是自己能够走到另外一条还不错的路 那不来的话 可能就会面临到 就是说 人工智能呢 加上其他的机器人 加上其他的工业4.0的这些原件 会取代掉很多的工作 那这样的事情 其实人类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想我们在第一次从 有蒸汽机开始的这种所谓工业革命 然后呢到后来的这种自动化 然后到后来的资讯化 前面的三代的这个工业革命 其实都看到了就是说 一次比一次 人类都往前面进步 然后你也看到了就是说 对于选择那些不跟着这个进步走的人 他们就比较辛苦这样子 会比较辛苦吧 那所谓的皮肤可能就在这里头 就会形成 那所以几乎每个人如果 哇你可以选择 I hate it 它是有后果的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不对 除非你是贝多芬 贝多芬可以不要学 不过确实这个会带出英文 贝多芬学的也会很好 为什么 因为伊伦贝多芬他写音乐 他每天很有名时他会睡去个拜 简单的午觉 然后他就会在森林里头上 他很多音乐觉得他在森林里头出现 然后回来的邪徒 可是如果他是有人工 只有在他的手中 他有更好的功能 他带来他的地方 他沿路把他想的东西 然后在他的脑袋里头 呈现出来的音乐 他一边一边哼出来 可能就是一个谱了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是 一本贝多芬都对他会颇有帮助吗 是 因为现在其实各行各业 基本上都脱离不了这样的东西 不过我想您刚刚也点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说 随着科技的进步 随着人工智能 越来越 这个 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其实造成贫富差距 就会越来越严重 那因此呢 我们国家怎么样能够预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开始在法律 开始在人民的价值观 开始在这个文化上面有所改变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不然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的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 基本上也是反映出来就是说那个贫富的摩擦很严重 然后呢 这个教育并没有让很多人能够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 那因此呢 这些白人 蓝领阶级的这些人 他们就利用投票 来做一个抗议 可是 他们如果只是做了这个抗议 找了一个总统 但是在教育上面 在他们的能力上面 没有办法帮他们提升的话 其实那个是没用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在用怎么样的这种人工的方法 来防止这个失去工作 然后呢 硬是把工作搬回来 没过两年 亚洲的国家一定能够把生产力提高过来 然后呢 打破你所定的这些关税的防御 那到时候呢 美国如果一败下去的理由 大概就没什么基金才上来 这个我们都看过好多次 而且他搬回去 一定也只是搬这些自动化的工厂 因为美国的工人没有人会用它 然后是用的话 人用少数的 慢慢训练他们 所以一定是自动化的工厂才会搬回去 没错 所以最终就是说 即使今天有一些制造业要回流到美国 像我知道Apple的 现在要求他下面的这个厂商搬回去 那考虑要搬回去的都是我有能力做到工厌4.0的 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我使用大部分的劳工 然后这些劳工呢就要再training 我看到大陆有一个很大的一家 专门做那个所有汽车的那个玻璃板 他只做这件事情啊 可以非常赚钱 然后他就专门本来在中国大陆做 然后卖给在中国大陆的生产的汽车 那由于中国大陆是很大的汽车市场 所以Vox Watten啊福特汽车啊 Fastler啊这个城市通通都在美国都有他们的厂 Toyota也有 所以他光卖那个玻璃 那玻璃不需要是Toyota还是什么 谁都可以来买啊 那后来他就发现这个美国的汽车需求量很大 那那个玻璃呢经过Air Cargo 就是你坐飞机划不来 那你要做货率也很贵 所以他就直接在美国设厂 另外很大的原因 其实美国的保护主义早就来了 美国他就是他也是补贴嘛 他就是你用他多少劳工 那个周总统就补贴多少钱 他就算一算以后 他就去美国设厂啊 那我就看那个大陆的老板呢 他的方法好特别 他的特别就是说 他刚才教一个美国工人好难教 所以就变成他们的公投居然是大陆去的 大陆的公投在带一些美国的工人 后来想一想怎么办呢 因为他就说在大陆的工人呢 可以平均 可以做七百片 美国只能做五百多片 不管你给他bonus 你给他奖金 你给他什么 他就只能生产五百片 后来他就自己在这个地方 他就觉得他要了解美国的文化 然后他就为了了解美国文化 就每天在那边看那个Netflix 就看那个美国的影集 看各种各种影集 也后来发现给他抓到了 他美国人呢 最喜欢打球 电影 所有的东西就是要赢 他们要赢 所以他就开始在工厂里头搞比赛 还分成好几个center 然后每一个组的人都去比赛 然后这次比赛 你们这一组赢了 他输了 每个人对于自己输了 这件事情很在意 然后赢了就很荣耀 然后赢了就颁奖 所以他们就从生产五百片变成六百多片 这样子 那这就是他的方法 但是大家都知道说 美国的工人 其实是本身他的生产力 productivity 很弱 所以问题不在于是谁拿走了他们的工作 而是他的productivity 很弱 相同跟你相同的工作条件 所以现在要搬回去的 也都是公元4.0形态的 那所以他如果自己不愿意接受 禁止再教育 那我可以这样讲 我请到帮你董事长就说 像你刚才也很重视贫富差距的问题 可是比赛言长寿先生 在台湾这样一个时代 或者是世纪这样一个时代里头 除了选择偏乡 选择台东 又选择了网路里头的像工艺平台 这种军医教育的open source的这种工艺平台 为什么你们选择的方法 不像大多数的人的选择是指控 愤怒 1% to 99% 然后骂别人肥猫 就说为什么你的attitude 是如此的 我们没资格 我们没资格指控这个社会对我不好 我想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 我自己是1952年生的 我爸妈都是老师 所以我们家里四个兄弟 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家境也不是很好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都很穷 所以大家也不觉得说有什么样的差别 所以那时候有没有人跟你说那个人很有钱 因为很穷 应该去骂他 对啊 因为大家都很穷 大家普遍讲起来都很穷 那个时候嘛 所以我们这一代算是很幸运的 就是说我们是 怎么说呢 就是倒吃甘蔗的这一代 年轻的时候很穷 可是因为大家都很穷 所以也就不觉得很苦 然后呢 也因为穷跟关系说 我们从小就知道要节俭啦 要努力啦 要怎么样的 那所以也就养成了习惯了 所以 雖然我自己后来也赚了一点钱 可是我自己这样子想想 我过去的十年二十年 生活也没什么样的改变 能够吃的东西就是这么一点 吃多了这个肚子疼不舒服这样子 那我那部车也开了十年了 也没有换过 但是回过头来看 养育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土地 其实是越来越辛苦的 看着年轻人 你们所面临的这个未来 其实是挑战度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 至少我跟严先生的很多想法是很类似 就是说 其实我们真的没什么好抱怨 我们真的非常的改变 那我们总是希望就是说 能够取自于社会 用自于社会 那只是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力气真的不够多 那还没有拉到足够大的力量 能够让台湾再改变快一点 因为在同一个时候 我们也看到政府能够做的事情 是非常有限的 今天不管是国民党 不管是民进党 或者是未来哪一个党执政 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以后 我们的政府有点慢慢慢慢 那个行政的效率是不好的 然后文官的素质呢 也慢慢慢慢的在衰退 我其实真的心里面非常感恩 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几个文官 不管是最早的尹仲龙 或者是后面的孙昱贤 李活鼎 这些文官他们所做的那些决策 其实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包括就是说那时候要做十大建设 包括那时候要弄高速公路 其实以台湾那时候的财政 面临的这种国际的竞争压力 都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都不会比今天更容易 其实你没有提到一点 你是1974年从交大毕业的人 是 所以你是1970年纪交大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1970年 台湾有没有电脑产业 没有啊 好 台湾有没有科学远区 那时候还没有 但是那时候呢 因为有他们几位 非常杰出的无关的关系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 在规划一些跟这个有关的 这是为什么交大会成立的原因 那台大地区是成立的更早 更早 是在1965年 对 所以你们就了解说 其实台湾有一段时间的繁荣 是跟教育息息相关的 就当时的文官跟教育体系 他已经知道我下一个产业是什么 所以他会提早十年二十年 就开始培育人才嘛 没错 那我们现在的电影 由此我跟严长寿先谈这件事情 那我就谈到Aurum Koch 我就说奥巴马他们已经公布了 国家的教育政策 那我那时候还觉得就说 你要不要去跟他们讲 他们还听你的话 你还会去教育部开会嘛 还问钱 你不要期待 教育部啊 光是克刚就吵死人了 每天都在吵这个事情 那其实我并不是说克刚的吵闹毫无价值 我只是觉得它是Miner的事情 我就认为很多事情 我们把这个国家跟你们最重要的事情 摆到旁边去了 把一些现在变成很重要的事情 在我看来 其实对我而言就是说 它不是不重要 它可以被讨论 可是不应该用那么大的社会成本 跟教育成本去争执这些事情 我们教育最应该争执的事情是 我们既有的很多大学 比如说电机系跟咨询工程 该不该整并 对不对 然后机械系该不该单独存在 还是机械系里头应该要跟电脑科学 也做一定的整并这样 就是说这些科系本身 他们自己是不是应该合成一个 人工智慧的一个大学院 比如有一个人工智慧学院 下面有好几个科系 然后这几个人工智慧 可能我是特别做感应器的 所以我就是机械里头的人工智慧 不是做材料的 我是特别在研究这个领域的 您同意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现在 最恩贞面的事情 然后另外在其他人工科学的部分 比如建筑系的人 他还会使用Dong 有一个城市叫做Dong 以前最有名的建筑师叫Zahaha 他叫纸上建筑师 因为他画出来的土都带不出来 因为他里头建筑力学 当精水你要怎么使用 都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后来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有一个电脑城市叫做Dong 被发明了 所以你可以在电脑上 把一个房子盖出来 你就会算出来说 这里要多少钢筋 这里要多少水 通通算好 就盖一个房子 只要一年多就盖完了 这样 好 这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每一个科系本身都在转换 都在转换 都在转换 然后人工智慧 其实可以接受非常多不同科系的人 像我在A8E看到有一个折纸艺术的 他也继续念联工智慧啊 对不对 是不是如此啊 所以请教一下 欢呼董长 你会给我们现场同学 因为他们的课堂时间差不多到了 我其实是一个教育门外汉 我跟严先生两个都是教育门外汉 那我们常常乱讲话 所以尤其是有校长在这边的话 其实真的不应该乱讲话 不过我想就是说 还是可以参考国外很多的发展 像STEPPER去年他们弄了一个叫做 Open Loop University 那基本上他们对未来大学的想像 跟今天的大学就完全不一样的 你不一定一次要把四年念完 你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随时随地可以回来念 随时随地可以出去 然后呢 也鼓励你不要一开始就来念大学 那么先有一些人生经营以后再进来念 没有那么清楚的这个所谓戏的概念 因为未来呢 解决事情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其实是更重要的 因为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 不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讲的人工智能都已经可以帮你做了 所以大学的目的主要是要能够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那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它一定是牵涉到不管是数学也好 科学也好 也牵涉到人文历史地理 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科系的这样一个体能 因为如果只是单一科系的话 它不会叫做复杂问题的 所以Stanford他们是希望呢 他们能够花十年的时间 把他们今天以系为导向的这种行政制度 把它改成以解决复杂问题的这样一个导向 那这个其实对全世界的大学来讲都有很多的刺激的作用 因为大家都重新在调整说 我未来应该要怎样往前走 我请他们把你刚刚讲的那个Stanford 那个Open Look的学校找出来 Stanford 这样打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Stanford University SDMF for RD Open Look 不要公公公公的学校 L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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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一定要打出来 因为我不打出来 你们大概就会跟他一样会听错 然后你们就会知道 什么才是一个对的学习方法 Open Look Luke 那个大家已经呈现未来 帶來大學最好的未來大學 Open Loop University Stafford 2025 Summary 主持人員 他現在也不懂 Oh M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visor 不錯 你看 這影片代表什麼 爸爸是一個卡兒 Adventure 大學 正在旅行 上高計四十五個學 講師 三十七八八的學習 他主要的意思是說 過去呢 大學的教育其實有點像這個所謂的這種製造師的生長這種活動 可是呢 掌握未來的這個世界 基本上它變化很多了 所以他現在把它實惠 然後呢 再出現 再一記錄 進入 這個文章 哇 學後就把娃娃跟車的組合在一起這樣 然後娃娃自己會坐車 那其實他一直在講一個概念就是說 是終生學習的這樣一個概念 過去的話 好像就是說 你念了四年大學 然後呢 就離開了 那實際上因為呢 世界進步太快了 所以呢 你進來念 得到了你所想要的一些知識 然後離開大學 跟社會有了一個接觸以後 你可能又會發現 你有不足的地方 那個時候再回到校園裡面來 然後自己再充電 然後再出去這樣子 所以整個的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嗯 非常謝謝邦寧跟董事長 很感謝您 第一個謝謝您來到我們現場 第二個謝謝您 人生如此的了不起 在你的事業高峰 你跟那麼多人選擇了完全不一樣的方向 來幫助不管是臺灣現在的年輕人 還是偏向的年輕人 我們臺灣需要更多像這樣 謙卑 踏實 而且幫助大家找到真正方向的人 我們同學給邦董事長一個掌聲 好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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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的手的話 校長的手的話 來 我覺得校長一定有感受 我們校長一定有感受 來 好 那個非常感謝那個文倩今天是 代表學校問了一個 希望你吉愛順便 對不對 這麼敬業 他附近今天中部博士 然後他還是敢來上課 這個精神值得非常好我們學姐 那今天特別感謝我們那個方董事長 他是我非常敬佩一個教育家 雖然他很缺隙說他不是做教育 但是他實際上做 這個所謂 industry 最重要的就是教育 他實際上就是做教育 跟那個延堂做那個董事長 他實際上一直在這邊延展過這樣子 但是他們兩位做了都非常了不起的東西 但是我想各位可以感受 他是非常 成為那個文倩剛剛提到 在這個最高翁的時候 他give up everything 然後就來做這個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謙卑 一些誠懇 一些腳踏實地 然後默默在耕臨為這個台灣這邊土地 為我們未來的人錢 為這個台灣這個國家 未來來努力 我想這是會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想這個都 這是一個我們年輕人 特別我們同學應該學習 他有一個非常 可以看到一些非常一個簡單 一個可能看起來是一個偏緩的人生 但是他是做一個不偏緩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不是最後再給我們的文倩 我們的主持人跟我們的 我們的方同事長 一個最大的獎金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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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禮物送給方同事長嗎 謝謝 謝謝 太感激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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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再用這個月的掌聲 謝謝校長還有關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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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